嗨 大家好 我是飞飘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从两个方面去介绍关于Pi Network的一期节目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正面的 讲解到关于Pi Network的一个成长 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内部的 内部Pi社区里面人们对于Pi Network的一个抱怨声还是比较大的 那首先我们先去讲正面的吧 就是关于Pi Network的一个成长 那么到目前呢 人们有人去统计过来 可能有1亿用户的一个注射量 那么甚至于远远超过1亿用户 那么Pi Network呢 现在目前是已经拥有了超过了5000万的活跃用户 那么显示该协议呢 竟在进行潜力 或者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 那么这呢是BSC这个博主对于它的一个评价 那么我们一直知道这个网站哈BSC币安网呢 它对于Pi的一个评价一直都蛮高的 就算说它有什么质疑 或者说有什么不满的 它是以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去提出 但是它大多数的百分之八九十来都是对于Pi比较正面的一个信息在里面 那这个不知道是它对Pi确实看好 还是说Pi Network对它有所充值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 那我们先去看它的这个内容 它内容里面讲说Pi Network见证了另一个歧视 就是另外的一个比较有革命性的东西 那么最近Pi Network的版主公布了惊人的事实 强烈的移动挖矿区块链规模或者这个潜质的影响力 那么据它的了解 该网络拥有了超过一亿的用户 那么其中五千万的是积极的参与者先锋 那么它里面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用户的参与度 那么它这个参与度呢 它是通过这种非官方的一个统计 或者说它来源于官方的一些数据 大概四千多万 是吧 那它这里又给出了五千万呢 是通过版主给出了 就是说在它所了解的一些网上的论坛 或者说Pi的路边论坛里面所了解的一个数据 大概有五千万的积极参与者 那这里面的一个参与度是非常高的 就是在新的协议频繁出现的时候 有的新协议出来 但是有的又被人们去抛弃掉 但是在Pi的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什么 有非常多的一个用户啊 它证明啊 这个网络它是有持续的吸引力 和强烈的社区的参与度的 那这里面就证明啊 人们进来的人呢 它不是说是进来之后抛弃它 而是说进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虽然说有走的人 但是它在成一个明显的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那证明啊这个网络还是不错的 是吧 它这里讲了说拥有五千万的活跃先锋 个人积极参与 那么经常参与 并已经成为社区内组织的一部分 那么在我的这个身边呢 有非常多人 它是持续的参与的 那有的人呢 它是见解的参与的 有的人呢 它是基本上就前期参与了 现在不参与的 那这种比例是多少呢 我现在的活跃度量大概是在9%左右 那么有时候可能是6% 6%至9%左右的一个数据存在在这里 那所以现在的道理是不是五千万的活跃先锋 它这活跃是以哪种去定论的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如果说你按照每天都去点省量人数啊 它肯定是达不到五千万啊 有可能连四千万都达不到 是吧 甚至呢 有人就说了 它肯定是在一千万左右 那这个呢 没有进过官方的一个统计 因为这个数据其实官方很好去统计 每天的日活是多少 但是官方从来不住这个统计 有可能这个数据非常难堪 是吧 那好 接下来它讲到说这个数据的一个力量 或者说数字的力量 在区块链的项目的优势呢 往往不在于它的技术的实力 而在于社区 那这句话就非常关键 其实区块链它是一个非常新兴的一个行业 也是技术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水分在里面的 所以它里面讲了说在这个行业里面 不在于你的技术能力有多强 而是在于你社区或者你的噱头有多大 所以派里面有一亿的基础用户 不仅仅是一个数字 它而且暗示着信任信念 以及数字未来的共同愿景 因为社区里面的共同愿景非常 联合力或者他们的一个占联度非常高的话 那这个愿景实现起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那么拥有如此大的社区 PiNetwork潜力或者它的挑战 是一些动态开放性加密货币的时代 那这句话怎么理解 就是说PiNetwork里面 我们现在抛开这个技术不探 我们探这个社区的话 那这就是它的一个一张王牌 所以有很多人说 PiNetwork它里面技术不技术 我们现在没看到 但是它社区里面这个人数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说有很多人还看到说 Pi里面的一个活跃度 或者Pi里面的流量 它都会加入 或者它都会对它力量相看 这是一方面 这是来源于我们社区每个人参与者 每个人给Pi赋予的一个能力 是吧 那么这些数字的含义有多方面 比如说如此规模大的用户可以推动 前所未来一个需求 人多了嘛 它就需求量就大了嘛 促进了对社区的一个创新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什么 为了开放式组网或者上线之后 Pi币奠定了它的一个基础使用率 就是我们每个人他都拥有Pi币 那个Pi币呢我们都是拿它去用的 所以说那个Pi币啊作为一个基础币 它已经垫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流通基础 那由于全球的货币体现 仍然在去接受数字货币 那么所以像Pi Network 这样大型社区呢 很有可能会去拟合传统金融 或者说数字货币之间的一个催化剂 那因为我们现在说实话 这个加密货币行业啊 或者说这个啊 现在的一个数字经济啊 他们对于人们来讲啊 很多人他觉得不太陌生了 都也可以说愿意去接受它的 所以说在这个Pi的网络中呢 它是有一定的潜力的 那么取得如此令人深刻的并非偶然 而是说Pi Network独特的组装 加上它引起数百万人去共鸣的一个愿景 对于崛起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愿景啊 以前Pi讲的说啊 让每个人能成为一番伟业 而且它比较简单 容易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而且是简单易用的 是吧 那这个是引起这么多人的一个共鸣 但是现在的这个情况下来 大家也看到说是 它不可能说让每个人成为一个伟业 那么它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加密货币圈里面 唯一被使用的一个加密货币 那这些呢 它慢慢的在转变 是吧 那不管怎么样 它已经引起了人民的参与啊 这个是它 不管它的噱头也好 还是说它的一个营销策略也好 那至少来讲它这一点是成功的 那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呢 改善其测试网络的生态 或者说 更加多的一个黑客马拉松 让更多的广泛的人呢 去加入到加密货币行业 那么去增强它的一个使用性 那去中心化挖矿的区块链 不仅仅是加密货币的另一个参考指标 而且呢 它是需要去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之一 就是说你不去中心化这些生态 如何去建设 所以说这一点也是比较大的一个观念 所以说凭借着庞大的社区的活用户 它拥有比较可塑造的一个 加密货币未来的方向 但是呢 你要考虑到它 虽然说 你可以塑造 但是你也得要去开源 是吧 所以总的来说呢 派的霸主呢 揭露出不仅凸显了派网络的一个发展 而且呢 强烈了其重新定义加密货币生态系统的潜力 随着数字环境的发展 派Network是否成为社区驱动成功的灯塔 也是加密货币改变或者革命力量的一个预兆 那好 这是关于它比较正面的 就讲说 哎 Penetwork这么大的一个社区能力 那么它的这个技术愿景呢 也引起了人民的共鸣 那它未来可能是在加密货币圈的一个成功的灯塔 那 这个话呢 可能说的有点满 现在派啊 你说它成不成功 它成功的引起了人民的共鸣 或者成功的引起了非常多人参与 但是它会不会在加密货币圈或者在区块链 是一个灯塔的存在呢 这还不一定 是吧 所以说这句话说的还维持过早 那好 这是关于这个 我们比较正念的去看向派啊 它可能会成为灯塔 可能会是改变加密货币的一个力量 那这是一个可能性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愿景 那至于这个愿景 能不能实现 要看未来的发展 那现在我们转过头来看一下 这个社区里面的一个状况 那社区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关于Penetwork呢 它在每个月的时候 它都会去做一次它的一个黑客马拉松 那它的这个黑客马拉松呢 它会在顶着走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下一个月讲上一个月的 或者说下下个月再讲上上个月的 那么这样去以此类推着走 那么今年呢 已经是到了8月份 那么我们知道 它在7月份的时候 公布过6月份的黑客马拉松 按道理的话 8月份应该要去公布7月份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它还没有公布7月份的 这个黑客马拉松的 这个具体进展 那它这里发出了一个最近的一个推单 是在8月190的时候发布的 那它发布的里面讲了说 你知道吗 在Pi的这个里面去构建实用程序呢 那么将新的开发者注册到PiNetwork之后呢 开发者大使呢 可以获得1000个Pi币 那这来是关于它的一个信息 那如果说 你去邀请这个人 邀请的人在里面 产生了这个Pi的应用程序 而且被Pi提名的话 那么他获得的是多少 获得是1万个Pi币 所以说有的人就 以前在跟我去下面留言 就说 什么1000个Pi币 什么1万个Pi币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做生态的人 你成功之后 获得是1万个Pi币 那么推广 这个人进来了 你拿他进来了 你会获得1000个Pi币 就这么简单 是吧 然后这句话理解清楚之后 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个下面 给大家的一个评论 或者说下面 人们对于Pi的一个看法 那首先 我们能够看到说 比较多的人 就还是在讲说 关于KYC 那么KYC是何时去完成 人们为此 非常的烦恼 请这个Pi的项目方 给出一个指令的答案 是吧 那当然这个东西 Pi是从来没有去 给他去认好的回复 从今年的314之后 他告诉人们 我们现在开启了全面的KYC 你去申请之后 就可以了 申请之后 你就可以获得KYC的这个名字 但实际上 到现在来看的话 它并非是全面的KYC 你说它大面积的KYC 可能勉强还说得过去 但是全面远远谈不上 那好 这关于这一点 另外下面还有人说 关于Panetwork 生态开发者 那么这些开发者的商家 去发行了NFT 采用的方式 几乎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意义或真正意义到上面的意义 是没有被看到的 我们显示出来 只有低价收取 这个Pi币的假的交易 经过世界探转 目前它的情况 让我们看到 这个Pi的项目的一个真实性 有所怀疑 那么这个项目 是否是真正的 有公开性主要的那一天 或者说Pi 是否具有交易货币的一个能力 或者交易的一个能力 是吧 他这一辆去 开始去质疑派 那这个是一个被认证的用户 那么叫唐宇轩 那么他是对于Pi币的一个质疑 他提出了一个质疑声 那么当然这个质疑 在社会当中 很早之前就有过了 那么现在又再次的 被人们去提及出来 然后下面他也继续说了说 你以为矿工的这个数量 什么几千万是吧 比如说我们刚才上一天 那个BSC网站里面讲到说 大概有五千万的活跃先锋 那么注册用户 已经远远超过一个亿 那他这里提出了 这个活跃先锋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他实际上看到了 有非常多人 已经是放弃挖矿了 就是说有人 就完全就不参与了 那么拥有如此庞大的 这可能就说他们的统计不一样 有的人比如说他点过两次 或者点过三次 他就把他认为是永久的活跃先锋 那你怎么知道 他是怎么统计 所有项目方已经 没有去给人公布过 他这个所谓的四千七百万 或者所谓的五千万的活跃先锋 到底是如何去统计他的 是按日活还是月活还是年活 还是说四年活 是吧 他没有给出一个统计 所以说他这里讲说 不要让你的用户实用 并提出一些 可以去实际操作的改变 那当然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所有社区里面 应该去看到了 大多数的一个声音 现的目前而言 大多数声音 那好 这是关于这一点 那下面还有人说 他要去买派币 那还有人要讲说 要去修复KYC 那么还有人就说 这个项目是不是死了 那么下面还有人就说 KYC到底完成了没有 还有人说 当看到这个价格的公司的时候 他已经表示笑了 那好 这就是关于现在 有下面的很多人 开始去进行了一个留言 那么下面这一点 是重磅消息 就是说 他已经去看到了 就是说 有人在去评论 就是说批评这个 Panetwork 或者说 去做出一个罢工的一个报复 就在社交媒体上讲 我们是不是要去罢点了 我们不去点这个 Panetwork 以前就说 我们关闭这个广告 我们关广告槽 这一批案是在 今年的早一些时候 已经开启过一轮 就说 大家就把这个广告的 这个按钮把它关闭 不再去看 Panetwork广告 那么现在又跟来了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大家去罢点 那么当然 这个罢点的这个东西 他并不是说 他对Panet就失去信任 就把它删除了 而是说 他对于Panetwork 不再去点闪量 引起这个Panetwork 项目方的一个注意 就让他通过后台看到 现在有那么多人 怎么突然就不点闪量 是表示一个抗议 让Panetwork 的项目方 做出一些妥协 那其实像发展到今天来看的话 Panetwork 的项目方 有一些不可推卸的责任 是存在的 确实存在的 你说社区里面的人是不是吃干白饭的 或者说社区里面是不是乌合之中呢 那么 这个我们可以承认 就包括有很多人 就是在派这个社区里面的 他是撸白毛的 就是零撸白嫖的 我是不做什么工程 有这种人存在 但是你不可能说是 有这样的人存在之后 你就不去公布项目方的一个 实际的路线 或者实际要去做什么 或者给社区其他人一些交代了 是吧 那你不能一直这样拖走 那这是很多派先锋 应该去想的了 或者说有去质疑项目方的 所以项目方呢 造成今天的这个局面呢 还是项目方有一定责任 当然社区里面有没有责任呢 社区里面 你说实话 社区里面有的人呢 太大了 有的人呢 可能是确实没做到贡献 但是有的人确实有在做贡献 要想去管理好人呢 人是最难管的 尤其像这么多的人 人多嘴杂 有不同的声音 有不同的方案 有或者说有不同的 一个诉求在哪里 你可能不会说是 一下子把所有的诉求都满足 但是至少来讲 你的一个路线图 应该要把它给公布出来 这一点呢 是最主要的 就是你不需要去满足 所有的声音 但是你要把这主要的一些 流程该走的还是要走 这是我们相同们想去看到的 所以啊 整体而言的话 派的这个在 这个向好的方面去发展的话 就说派呢 它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动力 或者说未来的 它是这个灯塔 或者一盏明灯 在在内的里面呢 很多人们去看到派呢 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 需要去修正的 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告知的 它要去成为灯塔 或者要去成为一个明灯 或者要去成为 未来加密货币的领导者呢 还有非常多的路要走 或者说还有非常多事情要做 并不是大家所说的 一句话两句话 能够说清楚的 那好 这呢就是关于今天 要去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以上分享几件事呢 因为有个人观点 和我个人看法 如果说你有其他不同的观点 或者有其他更多的一个看法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